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彼得圣洁 全球学心组织的中国总裁 他是专程听到看我们的对话 专程从挪威赶到北大来 那我们对话就开始 还是先一两位嘉宾 从富强学长开始提一些问题 我刚才说话大家没听到 富强师兄在提问的时候 他是专门问我 他说是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他是以富强之心度堪不知富 他说我们怎么能挑战大师的那个呢 我没事 我说你就问吧 其实我这话是出的一招 就是要让富强光搞这种企业咨询的 亮一下他到底有多少功底 提吧 这个在北大有一个传统 这个就是师兄被师弟坑 这个跟大家讲不是新常态 而是一直是这样的常态 所以我知道 就是得到邀请的时候很兴奋 因为以前看过看部的书 然后这次得到邀请的时候 我呢就问了一句 我说我真的因为 那个可能我师弟知道这个传统 我媒体出身 可能有一些问题会 我会认为会比较刺激 所以我就说会不会真的会问 还是说我们顺着说 然后呢 后来师弟呢 给我大概了一些鼓励 后来我就知道 他让我在这个扮演 在这次这个对话中呢 一定要扮演叫滚滚红尘钟 一个世俗的 对 然后呢 这个一去不回头的 然后奔着效率 资金 创新 创业 等这一系列所谓的流行的话题 所以呢 我呢 后来说我会本色扮演 本色扮演 所以呢 第一个问题呢 可能先是先谈一点 就是简单一点的付个盘 这个看部大师谈了 这个刚才谈了这个 这个密宗的这个四个管理 四个管理 其实呢 我个人呢 在这个对应了一下 现代管理 给予的这个管理 我给它对应到财富管理 到时候不知道 大师看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 语言管理 我对应了在现代管理学中 叫沟通管理 第三个呢 是同事管理 实际上是讲人与人之间的 那这个呢 在管理上 尤其是谈到以身作则 那这个在管理上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人的管理 一个是组织的管理 当然最后一个 我认为格外重要 就是包括我们在 大家也知道 就是我个人可能在 北大这个当创业导师 我每次都问很多的 这个其实已经是学弟们 学弟学妹们 老问的第一句话 叫你为什么创业 实际上呢 说到这个利他 就对应的 实际上是叫愿景管理 我不知道第一个呢 先问一问 就是我的这个理解 看不认为是不是对的 或者还有什么补充 因为这个 先从这四个管理开始 我觉得佛教教授的这个管理 这样的对应 很好 因为财富管理呢 实际上我们佛教里面叫布施 这也是一种给予 他可以说是财富管理 没有财富 现在官人也有点困难 所以在管理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要知道 原来还是需要财富的一种力量 然后第二个是沟通管理 这个也是语言管理 确实 因为语言是我们沟通的最好的工具 第三个呢 就是以身教管理 身教管理 不管是什么组织 就是都有自身的一种修养 和自身的管理 以这个同时 它可以延伸到我们的组织当中去 然后第四个呢 就原型 就很好 就原型我们的 不管是企业 创新 创业 都需要一个目标 那大多数的目标 可能会带有一些自身的 一些自理性 自私性 但最重要的自私自利 就转化为利他 就这样之后 也许你的利他很强的话 可能承办自己的事情 自然而然出来 有些人如果很想自己的时候 就不一定成功 为什么是现在 世界当中的很多人 他的成功呢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是 对社会有利益 有社会有利益的时候 社会人可 社会人可呢 他的很多 包括这个人力资源啊 财富啊等等 许许多多的这种因缘呢 分之塌来 这也是我像是佛教当中的一种精神 跟我们现在 年前五百多年 以后的当前的 非常 这个 提倡创新的 这么一个世代的 这种管理学呢 就是非常温和 那我就这个 这个唐一 就是吃了 这个炮弹该出来了 就是 因为谈到创新 创代管理 因为现代管理呢 有一个定义 可能定义很多 川普老师 就是 我引用一个 德鲁克的一个定义 就是不管是 咱们是什么时候的管理 是现代管理 还是我们说的 这个 后工业时代的管理 还是未来的 知识的管理 核心 还是提高 劳动生产率 就是把大家的 管理效能 和做事的效能 包括挣钱的效能 提高 那如果是 在这个情况下 就有点麻烦了 就换句话说 创新是什么 是把大家 推离到舒适区 把大家从舒适区里 顿出来 换句话说 不平则鸣 然后呢 真的变成了一种 苦之后 才能激发出 最大的一种创造力 那这个 跟我们 这个佛意来讲 佛教来讲的 这种叫平和 不执着 是不是有冲突 换句话说 很多佛教徒 随遇而安 是吧 然后我干着干着 我就觉得这件事 不快乐了 然后呢 很多的地方就会 是不是会 事败功半 对吧 那可是真正的创新 有的时候 真是折磨人 而且 或许话说 做企业 做管理 有一句话叫 死去活来 就是不折磨到 一定的这个 份上 不把它从舒适区 给顿出来 它几乎就 没办法 能够坚持 也没办法 能够去迎来 这个下一个 这个发展 这一点来讲 是不是 这个红尘之中的 这件事 和我们佛意的 来传道的 这个部分 会不会有矛盾 现在我们经常在讲创新 创新跟佛法师有矛盾啊 看不 实际上我觉得应该不矛盾 为什么呢 佛教当中并没有讲 我们不能发展 不能创新 我看过很多 包括佛教里面的 大乘的这种 这个经论啊 实际上对社会有利的事呢 都可以做 就是对社会有利的事情做 但对个人有利的呢 就是需要有一种限制 并不是说不能做 就是有一种限制 而佛教里面的 校称当中 也是最基本的一种思想 但这个思想当中呢 也并没有让我们不要发展 所以包括阿罕经 三僧经 以及呢 就是皮拉一经 相关的这些经理 不是断面空 对 这些当中就这样 所以你刚才讲的 我们现在提倡自我发展 或者是舒适区当中出来 跟我们佛教里面的一切 都是不执着抛弃的 这两个理念呢 实际上是不矛盾 不矛盾的原因是什么 佛教当中不执着呢 实际上到最高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呢 有一个不执着的这么一个层面 但是这个道理呢 就是不能拿到我们 佛教的基本的思想当中来 就像我们现在事件当中的 比如说敲步是 他的发明和他的这种 包括就是创意呢 就是跟佛教的参修有一定的 这种关系 至少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对他的这种创新呢 就是并没有就是产生矛盾 李嘉诚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但是他的这个佛教的这种理念也好 他自己的这种企业的发展和对社会的贡献 从很多方面来看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很多虔诚的佛教徒呢 他所做的这些事情 应该说是并没有违背佛教的究竟意义 同时呢他也可以让自理理他 我认识的很多包括一些企业家 在国内外就是发展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他也会掌握自己的分寸 也会很好地去修行 同时呢也会他关于好自己的所有的这些员工 这种遗迹呢就是创造自己的所需要的这些知识 谢谢 我们把那个傅强师傅大家注意到没有 傅强师傅刚才一直在战斗 他心里有点虚 他就今天一来 他还带个念作点压一样 我们现在把这个机会交给张成林博士 他是学理工的 他麻省理工的张成林博士 他也要提问 我是隔壁清华大学毕业的 清华和北大呢历史上就有纠葛 没有 应该没有 今天我想跟坎布呢分享一个我的思考 来求证一下 也跟各位在座的求证一下 对于传统跟现代 特别是密宗跟现代 现代这个词 对我们多数人来讲 可能指的是西方文化 多多少少都得有 就是这个下边这些 所有这些 都不是中国或者东方传统文化 所以现代这个词 代表着传统的一个对立面 或者是一个不同的东西 东西方的这种不同 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头 走到了一个 好像是一个节点 就是 到了一个东方对自己 说到中国吧 四千年代的文化 四千年的文化 有一个反思 我们现在叫 樊普归真 樊普归真 就是 回到上古 西方呢 也是 它也走到了一个节点 他们叫 可持续发展 意味着呢 现在不可持续 就这些东西 多数是不可持续 但是这两种传统之间呢 又各自有相互的优点 我这次去巴黎 去了一个 犹太教 巴黎最大的犹太教的教堂 我第一次进犹太教 它是最大的一个教堂 第一次进 虽然在西方生活了 二十年 还娶了一个挪威太太 但是我没有进过 犹太教的教堂 这次第一次进 这个 之前有所了解 说犹太教 因为作为基督教的前身 它有很深厚的人文传统 六芒星 可能是密宗起源之一 就是以色列的国旗 它是一个阴 一个阳 可以说是阴阳的合体 在教堂里面 地面上画的是阴阳穿插 它这个六角星 它是两个三角星合在一起 它是相互穿插的 所以这个概念跟 汉地的阴阳 藏密的 里边的阴阳 我也学习了多年的藏密 有老师学习 觉得我们今天谈的美誉里边 忽视了藏密里边的 我们汉人可能认为不美的东西 比如说双修图 大家都见过 比如说愤怒下 这三个领域里边呢 恰好是我被分到了管理领域 可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 当时叫索 八十年代叫索 我当时上班的地方 第一份工作 现在叫院 研究院 它恰好呢 是彼得圣吉 因为跟他合作了十几年 翻译他的著作 第五项修炼 他恰好是在今天 能够整合一些上古元素进来的一个领域 为什么呢 因为教育 是一个新概念 是西方概念 过去我们中国没有这个概念 东方没有这个概念 过去叫教化 上古 皇帝的教化 那皇帝的教化是谁来做呢 是皇帝做 皇帝 是我们认为他是做管理的 但他在做教化 在他那里面 他是合一的 我们后来把它分开了 然后我们把每根丑也分开 我们进行了很多二元法的分化 这可能对现实呢 是一种 左脑主导的一个误区 在管理学里边 他恰恰不用传授 不是不用 他不能主要传授支持 教育变成了 现代教育变成了 主要是传授知识 就是你可以不跟人打交 你只跟书本打交 你读书的 教书的 读书的地位跟教书的地位都很低 教师的地位很低 国际也是这样 挪威虽然很有钱 教师工资也是最低的 学生当然地位也很低 因为你没有在 合一的状态下 你传授的东西 现代教育是 彼得圣吉认为是 工厂的流水线的模式 而西方教育的发展 起源就是流水线 它是一个年级一个年级 像产品一样 把它塑造出来 这个其实不是东方元素 不是东方的教育 或者教化 那现在就面临着一个教育要变 然后美学可能要包含丑 管理学可能要 现在是不仅要管理知识 管理物品 其实它主要是管理心 坎布的这个意见 是主要是管理心 这个张成林博士 它有点像北大毕业的 跨三个主题 继续讲 我所以想偷换这个概念 这个插一句 其实特像清华的 对 清华的把很多边界 要说得非常清楚 这个其实呢 我插一句 可能管理上不分东西 我自己个人也觉得 文化未必非得要拿东和西 来去划分 那我想可能更多听一下 坎布的 坎布你怎么认为啊 左北大 别怕得罪人啊 没事 都是我们的嘉宾 所以我觉得可能 现在彼得圣吉把教育呢 换了一个词叫 systems education 系统教育 所以这个教育呢 就变成了 有点要反归上古 就是它要变成人的 系统它指的是人 这个事呢 就变成了一个 可能我们这几个领域 要换 要换名词 可能管理要变成 可能新的概念了 我们现在有叫治理的 叫不同的概念 那这些东西 跟我们上古 或者是精神传统里边 讲的合一 它能够把阴阳 能够把善恶 美丑 能够超越 这对可能超越东西方 现在这一个 一个 一个这种 这种 目前还是处于一种 重突的状态 对 可能是不是 我的理解 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意义 对 其实 张博士在西方 待了很多年以后 确实 不管是教育 还是管理 这方面分析的 应该很深的 有时候 我有这种感觉 按照东方的一种思想 和这种生活习惯的话 可能西方的 很多人的心态 包括一些生活的 这种理念 就是无法掌握的 到今天 我们这个社会 一方面讲 这个时代是非常的 信心完便 可以说 我们这里的说话 西方人 包括美国家 都当下就听得到 跟我二十年前去过 那个美国 这个跟现在比较起来 我们这里的经济发展 各方面非常快 所以有时候 感觉到 这个全球化 的确是成了一种地球村 但是我们 现在的教育和管理 有时候通话的 也是很厉害的 我们现在 中国 很多的这种 教育的理念 全部都是向西方学习 但西方 也是 很多的道理 向东方学习 但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 有舍不得 自己的这种 放弃传统 同时 也不得不借鉴 对方的思想 如果你没有的话 好像在全球化的今天 就是非常困难 在这个时候 我认为 我们自己应该是 传统的这个文化 不应该改变 如果一改变的话 改变得很快 但是恢复得非常慢 就像我们刚才 你制的这个建筑 就是这些建筑的话 其实到了美国 加拿大 都感觉得到 我们都是在学 他们的建筑 都是建筑 因为他们短短的 五六百年当中 没有什么真实的文化 也就是说 是通过西方 他自己的爱好和理念 开始塑造这样的 其实中国的建筑 应该是从唐朝 明朝 元朝 一直在这个 之前的 这个南北朝 一直到现在 都有不同朝代的 这种文化 和它都有一个艺术 我们现在古老的建筑当中 我们经常看得到 就是汉地有汉地的一种艺术 藏地有藏地的一种艺术 各个地方都有艺术 可是我们现在的很多 仅仅是一个建筑艺术呢 全部都编成这个西化了 西化了 比较而言的话 就是去一些德国 去一些法国和英国的时候 他们的建筑风格呢 并没有改变 还包含着自己的文化 所以我们的知识和文化之间的话呢 我们动到了西方的这种知识的时候 这样我们的文化呢 就是全部都被他们就是西化 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观念呢 有时候我们也很有必要 就是去西方的观念 但有时候呢 有些西方的观念 跟我们的思维模式 跟我们的一些心态呢 不一定适合西方的观念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呢 我们很多方面 有要学习 现代的这种文化和观念模式 但同时呢 我们也要看一看 我们的四千年的 这种历史和文明 就是现在留下来多少 如果我们最后去 去寻找的 是个恐怕是找不到 我们原来的老祖宗 也许给我们留下来 是很珍贵的东西 但是呢我们可能找不到 我在我藏地的地方呢 有一些寺院 他们就准备把寺院 修成碎礼的信的 但原来他们的这个 母图结构是非常好的 我说最好不要 不要改变原来的这个结构 一直把它抱成着 我看德国的 有些建筑呢 三四百年 母子结构还是万好无存的存在 所以我们为什么是不能 把固建筑呢 一直爆留着 在这个时候 可能我们有自己的一种特色 否则的话 我有时候 这些建筑呢 也感到很绝对 有一种成功感 全世界都在发展的时候 我们绣的高楼大三呢 也跟西方国家一样的高 但有时候的话呢 可能我们在它的背后呢 失去了很多的 有价值的一种艺术 或者说是一种文化 同时呢我们自己也有一种 自己的包括现在的 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 真正西方根本没有的 一些知识和理念 为人出世的道理 包括佛教和道教 儒教的一些知识的话呢 我们可能一概放弃的话 这是一个顺势 好的我们穿插一个问题 非常重要的问题 谭部您好 您刚才讲了四色谈到管理 我很感动 但是我想问一个 有挑战性的问题 您觉得您管理寺院这么多年 容易吗 您是怎么管理的 传说传说 差一句 好像咱们有一个俗语 叫宁带赖兵三千 不带僧众三百 就是说明什么呢 就是确实僧众这个事 很难 很难管理 这个问题很有挑战 就是您怎么管 而且僧众管理本身 其实如果按照现代管理 我拉回来 差点跑到教育那去了 其实也是组织管理中的一个环节 是吧 就是我们说 其实它也是一种叫社群组织 或者是一种宗教组织 那这个组织管理上 您用什么心得 是不是也是以效率为核心 真的太露骨了 其实我确实在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 在寺院里面参与管理的一些负责人 一直是二十多年了 现在也没有放弃一直管理 所以我对管理方面 应该算是也有一些小小的经验吧 但是我刚才讲的一样 其实管理的真正的最高的一些手段 就是让我们的人性受回来 就是人性的跳河和人性的管理 就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们佛学院 基本上有上万人 那么上万人的话 他们虽然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有各种不同的一些身份的人 有兴趣的人 但是在佛学院当中 管理起来非常的容易 包括我们附近的一些所谓的什么派出所 就是公安局 就是这些呢 要管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觉得是对出家人的管理 跟世间人的管理有点不同 世间人的管理呢 哪怕是几千个人 几百个人呢 他们都白天晚上都拉着电膀 然后就一直忙着 而且呢不断的有很多事情发生 然后信仰佛教的 就这样的群体呢 无论是出家人 在家人呢 都比较而言的话 就应该是非常容易 所以我们采用的一种方法的话呢 大家有一种同一跳信吧 也就是说跳伏自信 我们佛教里面就是讲 诸我魔佐 诸善奉行 自尽弃 四诸佛教 那么这里面所讲到的自尽弃义呢 就是说我们的信要得以跳伏 其实人心当中的很多的矛盾 冲突 包括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和侦察 打架 吵架 这些都是因为信不堪能 信没有得到跳伏而导致的 如果我们的信通过有一种 比较平和的教育 平和的一种挑信方法来 进化人性的时候呢 人再多 这个环境再艰苦 那么这个群体呢再复杂 但是实际上呢 每一个人就是都可以用一种宁静的心态来 就是对待任何事物 在这个时候呢 好像自然而然 就是这种和平和和母相处的气氛呢 就是越来越增上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的人群呢 就是有一种信仰 或者说是有一种自己的精神意图 就这样的时候 人自然而然 就是可能不会做很多违法的事情 就是自我的约束呢 可能很多业组当中是 它是最最有效的 就是也是最有最有价值的 非常感谢 记得提问 我们再参加 这个非常感谢 就是其实 这个在 因为本人在这个大学里头 在这个咱们光华也在讲领导力 其实领导力最有一个定势 就是你管事 你就管一个三十多人的小公司 对吧 你要能管到人 所谓管人 实际上是指导人 你就能管一个更大的公司 但如果你真能管到他的愿景 管到他的心 你能驾驭的组织就会更大 你的领导力就越强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 即便是在现代管理学 和我们说的密宗文化里头 确实是相通的 但这个不在北大 不问点监客问题 好像不能下台 是吧 这个我再问个更狠的 这个好在 这个第一个呢 前一段大家网上 可能看到了 很多的这个一个消息 叫有13万 这个什么叫 任波切 是吧 在被供养着 就是朝阳区 不但出朝阳区群众 也出任波切 对吧 这个就导致了什么呢 就是 当然一方面 他这篇文章的 大概的意思 可能 刊部没有看到 他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人心很忙 就是很 那个两个忙 一个呢 是很忙忙叨叨的 另外一个呢 是那种忙 就是眼忙的忙 在这个过程中呢 很多人其实有一种 缺失感和失落感 所以呢 就导致很多 有闲 有钱的人 所谓啊 有闲 有钱的人 都要再供养上师 供养一些活佛 那同时呢 也导致了很多 所谓的活佛 和所谓的人波切 然后呢 在这个俗众之间 在到处走 是吧 到处宣扬 到处 求被供养 但是求的方式 非常所谓的高达上 这个您对这种现象 怎么看 而且是不是 而且尤其是 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知道来自于两个 一个是藏传佛教 还有一个呢 是台湾传过来的佛教 就这两个部分 在现在的朝阳区里 非常流行 不供养一个上师 好像都不好意思 出门给人打招呼 好在北大在海淀区 听听您的看法 还好 生残人波切是吧 现在这个方法呢 这种说法 我也看过一些不同的新闻 从我的角度来分析的时候呢 从一个方面 将我们有些时候的媒体的报答呢 我觉得可能包括它的人数啊 包括它的一些观察 可能方方面面讲 带有一些夸张 或者是一些偏向于夸张的 这样的这个言辞 但另一方面呢 也不得不承认 就是现在是一种现象 这个现象呢 这个社会本来是有好有坏 也是一个鱼龙混杂 尤其是现在汉地呢 可能刚刚就是从文革以来呢 就是思想都比较开放 很多人缺少一种信仰 像西方国家的话 基本上都有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或者说是犹太教的信仰 在东方的话呢 很多人有印度教的信仰 而是我们在汉地呢 我也以前看到过一个70亿人当中的 有相当一部分人呢 大概是10亿左右的人没有信仰 其中62%呢 就是在中国这边 那么现在刚好有一个信仰的时候 我们俗话当中有一个叫做 就是基督测试黄不测路 很多人可以来不及观察 来不及就是观察上师 一方面我们的汉地的佛教徒呢 确确实是有一种 你刚才所讲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梦 就是两个梦的存在 还有一种问题呢 我们藏传佛教的 这个仁波切也好 上师也好 堪博也好 也确实看出了一些经济的吸引力 有些人就根本没有受过传统的教育 但是呢 看到一些盲目的人发现的时候呢 就他会甚至在藏地呢 根本不是什么这个活佛上师的 但是呢 他装着一个非常这个威严的 就是有这样的形象的时候呢 也能受到一些有钱的人 骗到一些有钱的人 这种现象是应该是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呢 为了要保护我们很多人的信众的话呢 我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的一个法会上 我是这样讲 以后呢 最好汉地的信众呢 不要供养这个上师们 也许可能很多上师不高兴 我说供养上师呢 其实作为上师的话呢 他是不会缺欠的 因为作为修行人 就是他的赤柱啊 就是各方面不会缺欠的 应该不需要供养 如果上师真正是做一些 所谓的学校啊 寺院啊 那这样你自己亲自去靠茶 然后你把这个钱就是 交给这个单位或者是哪里 除此之外呢 我想我们汉地现在有一种传动 只要来上师的话呢 就是来的目的是 上师的目的也是受欠 弟子的目的也是供养欠 除了这个以外 互相都不需要什么 其实这是很不合理的 佛教的真正的教育体制呢 就像我们学校一样的 学校要受教育为主 其实作为上师呢 就设受弟子是教育为主的 并不是互相用钱财上的一些沟通的话 最后我也称了你的上师 你也称了我的弟子 这是前方面的一种关系呢 从来在佛教历史上 包括藏传佛教的历史上呢 并没有就是师徒之间的 基本的构成的关系的主要的原则 因此我想我们很多人 可能会将来逐渐逐渐 改变一些风气 作为佛教徒不应该 急急忙忙供养上师 如果真正有一些传法 真正有一些对自己的解脱 有利益的时候呢 再去观察 本来藏传佛教当中 非常严格的一种观察上师的 这个意向 但是很多佛教徒呢也不懂 很多上师呢 也有一些可能是正上师 这个是我们不敢说 确实也是有一部分是 很好的上师 但是他们呢 不一定就是在 不同的场合当中特意宣传 或者是数大量的欠债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能需要很多人 就是临近思考之后呢 就是才需要选择 非常好的回答 谢谢 张晨林博士 等会儿要给张晨林博士提问 我理解密宗之所以能够对现代人 特别是汉人 其实对西方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理解呢 它是对人的生命体验的一种 次第的修行 如果宗教有这么一种 对生命体验直接的 这个射手 次第的 它就会有一种 直接的吸引力 那其实 现代社会面临的这个 困境 当下我们所说的 威和机 可持续发展 不可持续发展 教育的危机 管理的危机 这些社会的危机 其实它也是 一个现实 也是一个生命 我们怎么对这个生命 进行一种 体验的射受 是不是也是 密宗或者大成佛教 应有的本意 而不是脱离现实 我们上古 这个话叫 修道之为 这是中庸的 讲的 修道之为教 那我们作为 这个管理的也好 是教育的也好 这个我们在修的是什么道 是不是解决了现实 个人生活和现实生活 包括我们所说的 企业组织里边的 这些丑的 美的 善的 恶的 他的一种修行 一种射受 这是 就刚才 博士讲的这一句话 还是很有意义的 在西方国家来讲 藏传佛教 确实有一种吸引力 就是不管是科学家 还是平民的 普通的一些 形状 包括以前 有非常坚定的 对基督的信仰者 他们如今呢 对这个藏传佛教的这种 研究也好 他们对他们的这种信仰 都有一些不同的人 日以震度 我去一些西方国家的时候 所有的那些学校 很多学校 他们就讲 这个藏传佛教 如今在 在世纪各地的一些信仰 为什么有这样的 这句话我在分析的过程当中呢 从佛教的 比较深奥的意义来讲呢 就是它是一种缘起 这个因缘 一旦在社会当中 或者我们事件当中 呈现爆发的时候呢 可能很难阻挡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 负面的影响 包括当年 印度的佛教 就是来到藏地的时候呢 藏地就是暂时来讲是 有很多的一些 复杂的现象会发生 但是后来呢 确实是在藏地 有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佛教 就是包括到目前为止 我自己不是因为藏族人 而夸张这个藏地 这是我们东西方的很多学者 也是大家公认的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 我们藏传佛教的寺院当中呢 暴留着一个不端词一个金函 大藏进 但这个思想呢 就是有人传 有人一直能认会 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北大的图书馆里面 光有很多的教材 可能是不行的 北大的老师和学生呢 真正是北大的精神 就是已经掌握在自己的 这个心灵的时候呢 才算是真正的培养人才 所以在我们的藏传佛教呢 如今很多汉族的信众和 包括西方人呢 就是他们的一种需求呢 一方面就是刚才前面讲的一样 就是可能多多少少能满足 或者是现代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呢 就是依靠这个修行的境界和力量 加持来解决 这是我想是不可复人的一种现实 但还有另一方面的话呢 我们可能要承认 就是这个历史的一种 改变吧 就是也就是说 这个佛教呢 按照很多的寿经里面讲呢 就是他逐渐逐渐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慢慢就是遍地开化 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说法 因此在这个时候呢 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 很多负面的这种消息和影响 也会看到很多正面的一些 包括就是很多树叶者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树叶者的消息呢 就是往往都是经常就是播不出去 然后树害者的这种消息呢 也是经常就是播出去 我昨天在那个什么中国 这个以什么中医科学院 这里也讲 其实现在一幻之间的矛盾的人呢 就是在整个中国来讲是并不是很多的 一幻之间的整整的互相的数益的人呢 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可能互相有矛盾的呢 就是可能是既少数的 但是现在人们传开的这种消息 平时在差异反后 大家议论的呢 就是一幻之间的这种矛盾的话题呢 比较多一点 有时候我们的这个社会上的事件的人们呢 有个好处 有个优点呢 人人都不愿意做它 有一点这个不好的地方的话呢 就是大家都拼命地要挖出来 正因为这样呢 现在很多新闻媒体的话呢 它不愿意报一些好的消息 比较平和的消息呢 它不愿意报 一定要 它最喜欢的什么呢 就是人们非常关注的 很惊讶的 就这一点把它挖出来 然后从方大经就扩大 所以有时候呢 包括我们张传佛教的 一些仁波切的话呢 我并不是觉得是所有的 很多这么多人呢 就是都是骗欠的 这都是不是 但是有个别的呢 我们还是从客观来判断的时候呢 的确也有这种不好的现象 非常感谢 这一场对话呢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场观众提的 我觉得提的非常好 就是他说 亲爱的刊部 就是在现代社会中呢 汉地曾经出现过农禅病举 就是以前呢 就是出家人种田 在台湾和日本呢 出家人还是可以经商的 那么他说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那么藏地的这种 从管理角度讲 藏地的这种供养制度 能不能可不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 它也会发生一些改革或改良啊 什么的 请您简短的回答一下 就是这个意思 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在这个台湾呢 还有在其他的地方 它是可以挣钱的 就是宗教系统 然后呢 在这个藏传这个部分呢 它是被供养的 它是两种不同的方式 那这个问题 好像问的是 用我的解释啊 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 成为一种盈利组织 不解了一下 不是这个意思 一解释就错了 他说有没有可能 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管理组织中 就是这个供养制度 我们也可以做点别的 就是自己生活的这些工作 可不可以 或者自产自足 或者是可以由生产交换 然后产生出利益 同事一些世俗的活动啊 什么的 国家一般就是提倡一死一样子 就是寺院自己养自己 有这样的这种说法 但实际上呢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供养呢 实际上是在原始佛教的时候呢 都有 包括现在泰国啊 斯里兰卡啊 缅甸啊 就是这些都是 作为出家人呢 就是施主 就是对他的这个供养一些饮食 就是很多小乘国家 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刚才讲的 不管是台湾也好 日本也好 还是在藏区啊 其实很多人 佛教徒呢 把供养就是作为 看得很重 我觉得呢 佛教徒不应该 不管是自己学佛的人 作为上师也好 这个供养呢 就是不应该看得很重 因为这个对我们的修行来讲呢 其实关系不是很大的 这就是一个经济上的 有供养也无所谓的 佛经当中就是都讲过 如果没有什么困难的话呢 就是即使你多少高禄 或者是穿什么价值年片的这种衣服的话呢 在大乘佛教和包括 提拉一经当中是开许的 所以我觉得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 可能 这个 也许可能世间人看的这个金钱呢 就是比较重 就是然后呢 一直把它当作就是最重要的 人生当中最最求的目标 但作为一个真正的 希求这个解脱 或者说是弘扬佛法 或者说是一些信徒 真正修行人来讲呢 这个供养呢 对他们都不是什么回事 无供养的话呢 都遭养成就 有供养呢 也不一定成就 所以这个上师和弟子之间的 这种财富也好 就是生活的话呢 一般本来也是出家人 像汉川佛教的话呢 像以前虚拟老和尚 按照他的一些传统的话呢 寺院都是自己种地啊 就是自己都是种一些这个蔬菜啊 我去过一些他的 现在的一些这个园林道成啊 就是他们现在也是很多出家人 也是通过自己的一种 根源来维持生活 就是这是有不同的很多的传统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是 全是一概而论 应该有自己的不同的方式来生活 所以说呢 我觉得怎么讲 就是这个藏地的这种寺院的话呢 实际上是最注重的是什么呢 每一个寺院都是有将近说法 这是应该藏地 我经常说是藏地的寺院呢 应该是藏地的一种学校 因为它是佛教的这种 这个知识呢也在传 还有这个传统的这个知识呢 他也在传 所以现在很多藏地的这个传统呢 到目前为止就是还一直包层着的话 其实寺院在中间就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它更应该是一个教育组织 而不是一个教育基地 教育可以这么说 有大大小小的寺院 比如说我们我所在的两个县呢 就是一个县有人口不到三万 可能有四万 人口不到接近四万人的话 那有二十多座寺院 然后还有一个县呢 就是人口大概也是四万左右吧 四万左右 但寺院呢有三十多座寺院 所以说藏地呢 一般是所有的寺院都是 你们可能去藏地的时候 也是经常看得到金碧会晃的这个寺院 住一步路 就是可能看得到佛道 又住一步路看得到一个寺院 其实这个寺院呢 你们拜的佛像是一种文化 更重要的 这个寺院就是要有长期的学习 如果没有学习的话呢 藏地都认为是这个寺院呢 就是不是很很有意义的 非常重要的会议 那就我的理解就是说 这个寺院更应该像北京大学 而不应该像北大方正 这没北大方正了吧 没有方正 这第二场呢 是密宗文化与现代管理 由于时间原因呢 我可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行吗 最后一个问题 一分钟 一分钟对 就是因为那个也看到赵普初先生呢 然后呢有一个说法 就是所有的佛教的这个教义啊 离不开四个字 苦即灭道 就是说因苦 然后所以要找到方法 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呢正好跟管理学的 用我们说叫痛点 找到原因 找到解决方案 找到解决的方 问题的方法 好像是吻合的 那如果这两个要是吻合的 比如说啊 像我这样的 在滚滚红尘中 一去不复返的 是不是也在修行 其实我也是在问 我们广大的 这个即将走向创业的 是吧 走向这个商业组织 走向这样的一个体系的 这样的同学们 一起来问这个问题 这句话 不仅是赵普初说的 其实这是佛经当中 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陆业园 第一次转法论的时候 宣讲了苦即灭道的道理 这个刚才 福强教授所讲的 其实对应 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 先找到他的通点 然后他的这种原因 还有解决的方法 最后解决的结果 这四个方面如果做对应 也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从深度上讲 苦即灭道 它是完全解决 我们人生的这种痛苦 痛苦的根源是无名和烦恼 最后解决的方法是 用道底 无道来解决 最后显起了一种 最快乐 最永恒的一种寂灭 它是这么一个证 比较相应的 我们世间当中 有一些 比如说看到了这个病 病的根源 是什么引起的 最后我们找到医生 吃药 最后痊愈 这么四个过程 在佛教在弥勒菩萨的 报信论当中 也就讲得比较清楚 所以说刚才你说对应的 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很多人在发生的问题的时候 也可以 就是他所带来的这种痛苦 比如说家人吵架的时候 跟家人吵架 就是当时吵得很厉害 就是特别痛苦 然后这个根源是什么 互相可能是误解 不理解 包括自私 然后解决的方法 大概应该知道 最后就和平快乐 这种现象 我们在生活当中 也可以用一个 比较相似的一种理念 就是枯极灭到四地 来展现这种修行 或者是生活 完全是可以的 非常感谢 谢谢副枪学长 谢谢张康林博士 请你们在下面稍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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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